姐妹们 我们农村过大年 家家后都要炸丸子 进了腊育儿时了 咱今天泡沙馒头 开始炸肉丸子 馒头泡透了 钻出来 好 馒头钻好了 咱去洗洗萝卜 擦萝卜 还是在这擦成食尝劲 萝卜焯一下水 去一下辛辣 稍微来点盐 尝好水了 捞出来 再多头洗了几遍 把水分攥干 把萝卜剁一剁 肉馅放进去 再放点葱和姜 放点生抽 老臭少来点 放两勺鸡粉 十三香来点 来点胡椒粉 来点蚝油 再放点红薯芡 放点上次 对我们的老汤 更香 都搅晕它 我就不放盐了 那个肉馅 还有肉汤子都放盐了 再放就咸了 再来点香油 放七个鸡蛋 炸出来更酥 行了 小条好了 再开始炸丸子 锅里倒油 五成油温 再开始上手炸丸子 行了 先让它定下行 小定了行 再带脚动啊 保重的 平和 好了第一关炸好了 落出来 妈妈 我就是忘了跟你 去炸丸子 小把 这样 你去小馋猫 不喝了 啊给 啥真呢 嗯 嗯 好点 新年饭子炸了也好吃不 嗯 炸了 炸了 又炸又炸 我一边炸 你们一边吃 咱还能留多少呀 哈哈 女哥 别吃了 快点 都让开 最后一锅 炸好了 捞出来 看 咱炸了满满一大碰 外酥里嫩可香了 摆开一个看看 姐妹们 咱今天炸的丸子真是太香了 等到过年带亲戚的时候 咱们给它做一个糖醋丸子 再做个扣碗 他们肯定超爱吃 姐妹们 过年一定要炸丸子啊 咱收起来去